一根利益绝对不能分开 大家冷静想一想 这几十年来的人类创造了不少的物质财富 可是对大自然 大地母亲没有尊重 这是不义 所以人有没有真正赚到钱 有没有真正有财富 有没有真正过上幸福的人生 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因为我们的老祖先尊重天地 感恩天地 友谊 天地 河川 山川 才能养育我们的生命 所以一丰收 祭天 祭地 祭古神 祭河川 知恩报恩 哪有破坏 哪有污染 乱砍乱罚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提出来 把我们所赚的所有的钱 拿来恢复地球都恢复不了 那等于是赚的都不够赔 所以 丽绝对不能跟丽分开 不然迎头的小丽可能毁了自己 连后代都毁了 大家想一想 我们的下一代吸的是什么空气 喝的是什么水源 种的是什么土地 是吧 还有现在臭氧层破洞 所以 阳光 空气 水 土壤 这是人生命最重要的元素 现在这四个都被破坏了 紫外线太厉害了 这不都是我们为了力 不顾对于整个大地的道义 所招来的灾祸吗 那边 让我们刺激 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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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